我做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方案 找一个 怎么讲呢 就是 找一个人专门负责一个男生 专门负责 就是吃饭 逛街 玩 他就专门负责这个 只是因为他一定要 让人很好玩 很轻松 很有幽默感 对专门负责吃饭逛街玩 然后要找一个 非常有思想 有眼光的人 去看电影 听音乐 聊天 然后再找一个 健康 阳光 身体好的 解决 Sex 然后再找一个 各方面都还不错的 当这三个 没有空档的时候 他来填补 这是我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正准备想要去试试看怎么好不好试 要是这几个人你把他的友谊排排顺序你会把 就是他们我会觉得他们会会会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但是他们就会比好朋友更多比男朋友要少嗯就是我觉得我想说一个观点其实我以前一直在想我要我要让我的男朋友我让我的男人让他知道我要满足他对女人所有的想象可是真的一个女人不可能 你再努力我觉得我我还够性感吧够美吧我也够善良够可爱我性格也很好 也会玩 嗯又乖 嗯但是又能怎样不可能去满足男人对女人所有的幻想所以同时我想就是说其实一个男人我虽然在一起在一起要恋爱或怎样 其实他们根本也无法满足我们对男人所有的幻想只不过是因为爱 嗯所以我们不去这样不去幻想这个不会幻想那个不会幻想也只是幻想幻想其实他们不会满足不了 我们为什么不去娶他们这些男人身上的一些优点比如说他幽默他好玩我就跟他在一起玩啊嗯比如说他啊有思想有品味我就跟他看电影听音乐就可以了是聊天啊他身材又好又健康嗯对为什么那我就甜蜜了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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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你就是当他们都无聊的时候 我觉得啊好无聊怎么办觉得有一个动心里好空虚啊那你啊对所以我就觉得而且如果你们四个当中有任何一个让我不开心让我觉得不快乐或者是我感觉到你们不快乐OK换人我有被被胎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他们四个互相之间认识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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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那有一天你一天这样是认识的吗认识的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不是在谈恋爱没有责任感对那你我会之前就会说很清楚之前你就会说对其实你还有三个设定我那我那我当然不会这么讲但我今天已经讲了那知道了也无所谓对啊 就是我会很坦白就是说啊就是说嗯你爱不爱上我是你的事但是我不会说我不会去真的爱上你嗯因为这样会会变得很沉重就是如果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他如果他他曾经哪怕跟我无数的人他哪怕就算是一个妓女他如果爱他他还是爱他如果他这个男人他不爱你你是一个处女他也不爱你对也可以找出很多船对是就是这样子的嗯对但是我想说因为我现在说这个方案 跟我之前的生活是完全两样我之前是特别乖就大家看着看着我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家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你们在任何以前在任何夜店都碰不到我的人任何地方都碰不到我的人我是不出门的但现在我要经常去party真的就以前我是觉得啊因为爱情因为责任我觉得你可能受过伤害吧没有没有没有对我刚才也都这么想曾经是哦但是现在没有 所以现在真的没有只不过是我只不过是啊觉得我突然觉得我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恋爱十年了我要换一种生活方式资讯生活自己支配凤凰宽贫随时随处随意